106年度台湾水路头检比赛颁奖典礼 日前在普里镇三乐餐厅盛大举行 这次荣获中南区头检比赛的冠军 是来自国姓香的张天发先生 张先生表示 非常感谢许多单位的帮忙 而仰路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不但要早起 吃的饲料也非常的讲究 这样路才会长得好 是参加头检比赛 得到第一名 这次我们荣幸 可以8斤多139两 很感谢农委会 还有我们的县政府 还有我们的协会 大家认真再调整这个技术 才也可以得到今天的成绩 管理仰路就是蛮辛苦的 我们天天就过新鲜的木材给它吃 有机那个吃的吃东西 这样才有办法得到现在特殇人家 中南区联谊会会长卢明毅表示 希望透过举办比赛能交流养路农的技术 办这个比赛是借由我们全国性中南北区的各全国的路由 然后进行比赛 希望透过这个比赛能够让大家知道这个信息 来提升我们每一个养路人的一个高产农的一个价值性 先议员邱美玲表示 透过比赛除了能荣获成绩以外 更重要的是互相交流 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在这个比赛的联谊中 那也可以说得到好的成绩之外 那也可以互相的切磋我们的养殖业的技术 能够让我们的路荣的品质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那在这里也非常的恭喜 我们的南港村的张天发张先生 得到我们投检组的冠军 先议员林芳宇表示 国庆乡有许多养路农 不但品质好 未来也期盼透过比赛能提升水路的品质 国庆乡是以养路居大部分的一个地区 而且水路在我们国庆乡南港村这边养殖的相当好 尤其我们今天是中南区投检比赛 我相信这个由我们这个联谊会下去同业 做一个良性的一个比赛一个竞争 会使我们养路的这个品质更加的优良 先议员廖之城肯定南投县养路协会的用心 也期盼未来养路基数能再提升并多加推广 我们六庄是一个很好的养生的部品 所以说这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多多推广 我们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养生的这个补品 就是我们的農場 实际上非常肯定南投县的养路协会 大家互相去研究交流 我们農要如何吃才会健康 养路为国庆乡重要的产业 不但品质稳定 所产出的入农也非常的优良 期盼未来国庆乡养路产业能够越来越好 记者陈伟一 普理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